首先我还承认说科技无作 但是要看科技 学期高科技 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如果是用于这个人类和平和气候的一个口 这个对大家都是以六均干多好事 但是如果被这些独裁者 或者被一些狂人的感受 那确实非常可怕 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 就是现在五十年前 有学者谈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宣布 然后还有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的 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这个长期战略的目标 这一点呢 恐怕这个中国在最近那几年来 大于在兜售中国方案 什么中国智慧这一套东西啊 这个确实这个让人感觉 还有它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 也让人感到不安 那么更多的不安当然就是对华为这样的企业 可能美国在那个地方国家 已经够利用了或者是窃取了地方技术之后 在高科技里面上这种不正常的竞争 可能有深圳的恐惧 比如说在5G技术 现在我们看这个核威5G在很多国家是被拒绝 或者正在被拒绝 那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了 还有当然我们看到不久前 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位生物科学家 是个所谓制造人的这个技术 这个有基因编利技术 当然还不止于此 比如中国的这个美帝收购了 德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 这个而且呢 很短的时间就把原来的这个 CEO被赶走了 现成了中国自己的人 那么这些啊 就是类似的 可能还有其他对于的这些技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令很多国家感到不安的 那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己的不安 其实也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也谈到 这个华为内部的严重炮料 就是华为手机的软件 能够自动的这个屏蔽这些翻墙的功能 而且呢能够这个进行 对这个通话者进行监听和监控 当然还有包括华为的技术 可能被用在 人脸识别系统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的社会监控的系统上 这些呢都是令这个 不光是国外 连国内的这个老百姓都会感到恐惧 所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 比如说这个这个 你找我喝茶的时候 这个对方就拿了手机 华为手机看了 然后说 哎呀 说我们领导要在监控 这个这个情况也是有的 我的朋友也有 请我吃饭 他几次都拿着华为手机对着我 后来有一次 我也忍不了了 我就跟他讲了 全家的这个固定 然后我体身就想了 我这位老朋友后来就看也没有演出 所以这种这种恐惧 实际上是可能是在每个人 在不同程度上 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的 这种对于 一个这么一个强势的政权 对于要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 确实没人控制